大家好, 我是 Stanley 今天開箱鐵工廠潛行獸 潛行獸採用了武士造型 亦都是這系列裏面的特色 但他用了現代式警車作為載具模式 都頗特別 而這次的配件亦都很豐富 有三對造型手 一支槍、一支測 和一個武器的收納套 這次的槍設計得一般 之後便會介紹為何一般 然後還有貼紙裝飾 大家可以按自己的喜號貼 和配搭出自己喜愛的潛行獸 背後裙甲上有個洞 你可以把叉套裝上去 首先換一換拳頭 這把近戰武器我覺得都頗不錯 都頗符合潛行獸這個守衛的身份 手槍 現在說了 他的設計令到他拿手的時候 有些尷尬的情況出現 如果用正常這隻手去拿 動作只能夠這樣 角度不英俊 但已經是咬到他的極限位置 再提起就變得好像一個肩炮 很怪雞 最主要就是後面的東西阻擋了 換成一個可以斜斜的手 但效果也不是好得去哪裏 如果那塊可以完全向上咬的話 那就解決所有問題了 肩炮首先就先拔掉它 反正之後變形也要拆掉它 肩膀底肩膀採用球狀關節 但肩膀的肩甲的干涉很大 如果你擺動手臂的話 只能到這個高度 但如果你連同肩膀一起轉 就可以增加角度 可以增加角度 但實際上下半身的大裙甲 是會阻擋到它絕大部分的可動性 後裙甲裏面有個關節 你拉出了之後 就可以釋放整個可動的空間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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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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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